俄羅斯拿出了最新一代的 尋釁者軍用激光系統 這是他們的副總理已經證實 說這是已經在俄烏衝突裡面 投入使用 根據他們這樣的講法 說這個武器是開發到 可以使軌道未經失明 還可以摧毀無人機 所謂的激光系統 就是所謂的雷射系統 但無獨有偶的最近也發現了 美國他們的雷神公司 最近也宣布 說他們在史崔克八輪甲車上頭 有配備了5千5萬千瓦的功率 50千瓦功率雷射的 導能機動短程防空系統 他們的講法是說 他是可以裝在這個車子裝甲上面 那重點就是他現在可以攔截 各種尺寸大小的無人機 那他比較厲害就是跟先前比起來 他這個瞄準的時間 鎖定的時間是更短 那如果說他真的在這個東西 他可以做的好的話 那他就是可以在這個攻擊的時候 因為你要彈藥 他沒有彈藥 他只要有這個電力夠 活力夠他就夠了 所以呢 跟晶島5G相比 也許他比較不夠力 可是問題是呢 他有所謂的沒有聲音 無聲無息 殺人於無形 另一件事情就是電力充足的時候 我不用說還要帶這麼多的彈藥 其實我隨時都可以做好準備攻擊 請教舰長 Metal Force with you 這什麼 星際大戰 這個是星際大戰電影裡面 我們第一次有想到說 電影裡面看到說 有雷射光這個東西啊 不過實戰化看到的是 最近的這個狀況 其實要攻擊無人機啊 他的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想法 之前國防部還有想定是拿步槍射 那根本就是胡說八道 那你看這一次的俄乌戰爭 你就非常清楚的明白了解 我們現在在畫面上看到的 其實是美軍在2010年 他所做的一個空載雷射的一個測試 這一個他其實是用 747F的這種那個飛機裡面放了那個雷射 然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也就是這個雷射發射去攔截這個目標 然後我們仔細看啊 現在那個光點啊 等會你就會看到他會 他就不斷的鎖定這個光點 然後等會看到有碎屑掉下來 他已經擊毀了 那也就是說 那這個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美軍的那個波特蘭號 就是他實際上是建用的雷射 剛剛那個只有一瞬間的畫面 那他們也試射成功了 現在反制無人機呢 最好的方法也就是使用雷射 那至於說雷射去讓那個 之前啊當然解放軍也曾經使用 雷射在關島附近 讓P-8A的這一種海上巡邏機 他遭到雷射那個所造射 可是他造射不是要摧毀啊 他是讓那個 讓裝備跟人員的目眩而已 他不是要摧毀的 那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波特蘭號 他就是一瞬間的畫面 那為什麼使用雷射比較容易啊 因為雷射他 這一個我們剛剛現在螢幕上 還在出現的這個747 他所使用的空載雷射 當初的想定是什麼 當初的想定是發射彈道飛彈的時候 發射彈道飛彈最好攔截的是哪個階段 是BOLSTER的這一段 這個階段就推進的 他還在推進的這一段 還沒有出大計程的這一段 為什麼因為他的 紅外線信號非常的強 然後而且他的速度非常的慢 用這種雷射正好可以容易鎖定 鎖定之後呢 他是其實是用紅外線鎖定 因為他的紅外線信號很大 然後用雷射照射 照射之後呢 這個重要性是那個飛彈掉下去 正好打到那個攻擊國家的領土 當初的想定是這個樣子 不過這架飛機在20 就是2010測試之後 在2014年 已經把這個雷射的重要的裝備取出 然後這架飛機已經進入到了 那個飛機墳場已經沒有再使用了 那但是他的科技沒有做止斷掉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說 他已經使用在那個Straker的 這種八輪甲車上面 那也就是說 其實俄羅斯真的有點後知後覺 他現在才想到用雷射 那就跟俄羅斯很早以前 他就做過這個GPS的干擾 他也是最近才用 所以他真是後知後覺 他真的是太有把握了 結果現在被這個無人機 弄得胡說八道 被這個TP2的無人機 弄得胡說八道 他才決定用這個軍用 那個軍用雷射系統 那我們來看我手上的這一張 這張是什麼 這張是沙烏地阿拉伯 他攻擊了這一個無人機 這個是他在試射的時候使用的 他攻擊了這個無人機 那其實這個叫做什麼 這叫做極盡獵手 這一個也是上面也是一個雷射 這是哪一國做的 這是中國做的 那所以中國已經 具有這個能力了 這下面他還發了一個獎狀 這個獎狀 我用那個Google翻譯過了 他不是你數學考了100分 好棒棒 他不是 他講的是那個使用了雷射攻擊了無人機 獲得的一個肯定 因為現在網路上有很多莫名其妙 那個認知戰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一樣一樣確定 但是美軍有沒有相對的對應 美軍有 除了我們剛剛講到說 他們使用艦載雷射的話 這是在幾年前 Boxer這一艘 兩棲攻擊艦 他在部署在波斯灣的時候 他放了這一部車 它是車載的 但是它叫做海上防空綜合系統 這代表什麼 它還沒有跟艦上整合在一起 它是擺了一個 一個四輪驅動車在這邊 那它這個是用什麼裝備 這個用的就不是雷射了 它是用這個Phase Array 發射出來非常強的電磁波 讓這個無人機 它沒有辦法接受到那個導控的訊號 然後它就會降落 它是使用這個方法 只有這個兩個方法有用 其他發射飛彈 用步槍 那就是兩個字 胡鬧 那你用步槍你根本打不到 不然俄羅斯是傻了嗎 為什麼在戰場上不打 因為你根本聽不到聲音 它飛的高度很高 你聽不到 然後莫名其妙 就以身訓國了 那另外一種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你用槍打不到 你說我用飛彈啊 用飛彈好棒棒啊 飛彈有多貴啊 當初人家有算過 這個八輪甲車發射一次 各位知道多少錢嗎 50塊美金 一次50塊美金 也就是一次1500塊 就已經了斷了 你要發射 超過1500萬的愛國者 防空飛彈就攔截嗎 當然不是 所以雷射在現在戰爭中 扮演的角色已經不是 我們看到 Made of Force with You 已經不是星際大戰 已經實在化了 天候啦 天候對這個 所謂的雷射武器 是的確會造成影響 影響會很大 對 其他的就 那就看到天候 惡劣到什麼樣的程度啊 所以一般來講 就是你是擋不住它了 但是如果天氣 天候很惡劣的狀況之下 你雷射的武器的使用 是會受到相當大的 干擾 妨害 跟限制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 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 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削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 都不成問題 兒童 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 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